龙灵谷考验 雷古曼 以一敌三 雷古 要是小姨他们回不来了怎么办呢 别担心 他们会回来的 不过 我要通知一下太古教授 让他想办法协助我们 太古教授 我和动龙战士追踪千帆 进入了远古时代恐龙的栖息地 古猎山 我们在古猎山裂缝中 发现了一块实验基地 斗龙战士和宝贝龙 因为触摸恐龙印 消失了 目前从整个环境看来 这里很可能是千帆研发恐龙的地方 太古教授 我想我们需要援助 以防千帆反击 太古教授要十二星龙 不要皮皮龙哦 他只会用魔力凝固欺负我 迪古 我会尽快派十二星龙 我先前往古猎山援助你们 记住 只要找回龙翼 不要伤害任何人 还有 保护好古猎山所有恐龙 是 太古教授 太好了 神圣伤害 十二星龙 不知道怎么带去记住 十几块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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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公白 快起来 我要被你压扁了 我不烫 我没说你烫 是地面烫 小一 这是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 洞壁上的那些长得好像龙鳞片 没准是真的龙鳞片 这里好热 不用找了 你是谁 这里是龙鳞谷 没有出口 是谁在说话 声音有点除夕 你是谁 快现身 龙鳞谷温度高达40摄氏度 人类进入这里只要超过三分钟就会发烧 我就是人类 小一 这么说你马上就要发烧了 没错 是你 哈巴龙 我跟你很熟吗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失踪了吗 我们正在找你 哈巴龙 你有没有想念我们 别碰我 哈巴龙 你竟敢攻击我们 小一 快把他收回动容手环 永远不要放出来 哈巴龙 回 不行 我好热 小一 小一 你怎么了 雷古曼 我觉得浑身发热 好烫 我说的没错吧 你已经开始发烧了 哈巴龙 你还在等什么 赶紧带我们离开这里 哈巴龙 快 为什么 你说什么 哈巴龙 你这晚安复义的家伙 难道已经忘了小一是你的朋友吗 忘了 好热 气死我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向雷火球 我的鼻子 这里 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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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比娜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佳比娜 这是哪里 凯峰 我以为你知道呢 我们应该还在古猎山 凯峰 我怎么感觉你的话不太可信呢 相信我 咱俩是拍档啊 我不可能骗你的 总之 我们还在古猎山 只是 在古猎山哪个位置 就不好说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不如就先让我上去看看吧 这里好像 这边呢 小心 好热心 索里 怎么了 嬷嬷 好逼真的龙口 我差点以为自己掉进龙嘴里面去了 索里 我们离开龙鹰基地了 嬷嬷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 这里估计是一个肉口 我们进去看看 嬷嬷 要是进去了 出不来怎么办 可是 除了这个入口 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好吧 不过 百诺你要先走 无所谓 走就走 百诺 等等我 法诺 负拔 所以你去哪里 又鬼叫声 你怎么了 都不是你 走了 ambiente 好像不是鬼叫声 那会出什么声音呢 噓 我们仔细听一听 阿迪 我们不要留在这里了 到外面去看看 什么情况吧 古龙门关上了 我们怎么出去 从这里出去 是哦 好大一条裂缝 你们不是我的朋友 因为朋友是不会攻击朋友的 哈巴龙 今天我一定要教训你 否则我这不是天下无双的雷古曼 响雷火球 雷古曼 不要伤害哈巴龙 我相信他是有苦衷的 小叶 都怪哈巴龙 不是他 你不会发烧的 雷古曼 不要怪哈巴龙 记住 我们都是好朋友 小叶 你们别在这里夹猩猩了 我是不会让你们离开的 好 好 我 小雷火球 小叶 我们走 休想离开 你们怎么也来了 你们又是谁 火柴龙 火柴龙 我们是来和你一起消灭这些入侵龙凌的坏蛋的 原来是同伙 你知道的太晚了 哈巴龙 火柴龙 我们一起送他们上西天 火柴龙凌龙凌ufen 灭鼓慢 火箭头 灭鼓慢 快闪开 小叶 幸亏有这根石柱子 这只手会摔死 这是哪里 我也不晓得 妈呀 我们是怎么上来的 我好像触摸了一下那个龙鹰 然后就把你拿进来了 没了 都怪你贪玩 现在怎么办才好 小叶 雷古曼 我没事 真的 别哭 你是天下无双的雷古曼 怎么可以随便哭 哈马龙 阿明龙 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一举将他们消灭 没错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了 我同意 火箭炮 ved 火候火物 牟咪 蓮鼓曼 快走 不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雷鼓慢 小姨 小姨 我来保护你 看来不用我们出手 他们就会被龙鳞片的热料除上然后死去 是的 这些龙鳞片温度太高了 他们必死无疑 小姨 我好热 好像浑身在裂开一样 有一种奇怪的力量在迸发出来 小姨 你听到我说话吗 小姨 嘿嘿 他们要蒸发了 不对 我是不会这样死去的 我一定要把小姨救出去 怎么会这样 雷鼓慢获得了火象力量 可以进化为铠甲兽龙 进化 我知道了 是龙鳞片赐给我的火象力量 小姨 我要进化来保护你 雷鼓慢 也有水 有水 寻死 还是扶在一班颜色 是龙帑 准备 转浪 雷鼓慢 心态铠甲兽龙 属性 火 战斗类型 攻击 必杀技 乾坤火雷 铠甲兽龙 好漂亮的水晶石 怎么把我们送到这里来了 这是什么地方 东方木 哪里有一座塔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去酒去 反正已经来了 OK 小燕 我进化成功了 是不是好威武 是的 天下无双 等等 谁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可以进化 我们不可以 哈巴龙 看在我们相识异常的份上 就让我来告诉你 龙鳞片蕴含了火象力量 砸在我身上的时候 等于给我注入了新的火象力量 当我的斗龙卡火象力量达到了升级点 斗龙手环就 斗龙卡 哈巴龙 你的斗龙卡在我这里 哈巴龙 为什么你的斗龙卡会在斗龙战士的手中 好像是 别想了 别忘了半小时前发生的事 我方的斗龙卡在你里面 看在你里面 斗龙卡在我里面 银子卡在你里面 我去了人类世界 好玩吗 太好玩了 我认识了一只很霸气的宝贝楼 还和斗龙战士做了朋友 什么是斗龙战士 就是 小恐龙 我们又见面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龙鳞谷从现在开始 这就是属于暴裂害龙的了 龙鳞 这也是我们的地盘 我不把你们抓去做实验 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 做实验 什么是实验 听好 我是龙翼基地的创始人 狐猎山很快就会变成我创造全新恐龙世界的基地 你们要乖乖听我的话 和我一起对抗斗龙战士 不 大笨龙 我是不会和你一起对抗斗龙战士的 看着吧 人类要找我们去做实验了 快逃 我回来的 主人 那两只小恐龙逃走了 我去把他们抓回来 不 他们总会回来的 你们你们要干嘛 我要救命你们 你们要干嘛 我要救命你们 你们要救命你了 不 好痛 是秦帆 我们就是来找他的 原来是认识的 看来非要消灭你不可了 别忘了 我已经进化了 你们最好马上带我们离开这里 只要小义没事 我就放过你们 我们是不可能带你们离开这里的 守死吧 火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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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快逃 我想起来了 我和小义 脸谷卖是朋友 所误打哈巴龙 终于想起来了 火箭炮 已经被我打败了 爱命龙也逃走了 也就是说 现在你的处境很危险 不过 你要是带我们离开这里 我就放过你 小乡 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那就别怪我没有手下留情 不要 小义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 误会 误会了 我们 小义 小义 你千万不要有事 哈巴龙 你这是在出卖龙脸谷 不 火箭炮 你误会了 小义和雷古曼是来帮助我们的 凭什么这样说 火箭炮 你的身体好像在变透明 你的力量要消失了 哈巴龙 先别管他 快点小义离开这里 他坚持不了多久了 雷古曼 别急 我有办法救火柴龙 还能救他 什么办法 快说 小义发热 是因为体内吸进了龙鳞骨的火象力量 而火柴龙被你击败了 身上的火象力量正在消失 是 只要把小义身上的火象力量传给火柴龙 小义就不会发热了 火柴龙也能恢复力量 好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快 把小义帮到火柴龙身边来 是 哈巴龙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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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